下一站 穆浦 最舒服 我喜欢港口城市 我也喜欢海鸥的声音 我听见了 人这里应该不多了 对 其实穆浦呢 只有30多万人 它是一个小型的海滨城市 那要上显示说这里是韩国的西南部最南边的 对 差不多是韩国最南边的城市了 而且离我们中国的上海很近 医生还很近 你可以回家了 游回去 游 游回去 六百多公里 中间到连云港喝杯茶休息 你真准的离连云港也只有六百多公里 而且它跟我还有关系这个城市 因为它是我们成员东海的老家 是 是 是 要好好去游离 莫普市是韩国西南端的港口城市 是个浓渔产品的集散地 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 6度 气候非常宜人 沐普港也是本地最大的渔港 在沐普港的关口可以欣赏到卢达山的美丽全景 晚上还可以观赏到与大海浑然天成的五彩缤纷的夜景 在沐普港口城市 沐普港口城市 免不了要淘汰一番的就是海鲜了 就地取材的新鲜食材加上完美的刀工 造就了这一盘盘晶莹剔透的美味 这个造型精致的刺身拼盘 由鸟鱼 左口鱼 鲁鱼 三种鱼不同部位组成 与日式生鱼片不同的是 韩式刺身与蔬菜一同吃 五颜六色令人垂涎 夏色让你们看מע Prolam 让山蠢知道 等不及要尝尝些了 今天特别准备了 生鱼片给你们 谢谢 喜欢 但这些鱼航都没见过 因为那穆浦是一个靠海的城市 所以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今天一定要尝尝这里的三种鱼 好 第一种鱼 名字 尝一尝 我对生鱼片没有太多研究 你又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因为我从小对生鱼片有种惧怕感 所以今天的主角是你 来 先尝一下 特别为你准备的 叫什么名字其实也不重要 关键是口感 看起来真的还不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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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尝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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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 来 来 来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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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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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玩的 我觉得是要有前提的 不会很 这 太新的感觉吗 不可能 主要是新鲜的生鱼片 这不可能就有新的感觉 不会有就是咬不动的感觉 因为是生的嘛 不会不会 因为你这样吃生鱼片 是最尊重食材的一种是吧 原汁原味 对啊 这哪个吧 哦 鼓励一下 你从外不吃生鱼片呢 今天现成的 我对于真的没有研究 你告诉我哪一种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 我刚刚吃的是这个还不错 你可以尝一个别的 那我试这个好了 这不是一样的吗 是 是一样的吗 不重要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试吃过了 我像是你的银筷子一样 没有问题 无毒无害真的 我们两个 一起是同的 好 你等一下 嗯 嗯 它真的不会有那种 很新的感觉 嗯 还蛮新鲜的感觉 嗯 周米亚 你就放心大胆的吃吧 尝一口啊 就会爱上它了 哇 好大一个钟啊 这就是木普式的市民钟 没错 现在我们就要去撞这个钟 看看能不能撞得强 两个人力量 对 那就是太微笑了 一个人是不行的 啊 啊 够重 啊 请救兵啊 啊 够不叫救兵啊 哈哈哈哈 有人来帮忙吗 我班旧兵来了 太好了 我那个人 子弹发射口的上方 哎 哎 一 啊 你们就 就一个我了 我了 来 我一个贴心的防伐 哦 还是够不动 啊 啊 啊 都 在 啊 啊 你烦了 是吗 哇 这钟也太沉了吧 这么多人齐心协力 他都纹丝不动 再加一把劲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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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 当钟声响起时 触摸钟可以实现愿望 每年新年 这里都会举行 敲钟仪式 以这种方式 来迎接新的一年 和对和平的祈福 穆浦 还是韩国首位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京大中总统的故乡 夜幕降临 游泪的旅人回到列车 交流着所见所闻 整理每一个感触 此时正在上演的是一个小新演唱会 欢乐的氛围足像是一个大家庭 列车也满载着温情 驶向了下一站 韩国顺天 第二天清早我们到达了旅程的第三站 顺天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首尔的繁华时尚 而顺天则被人们称之为被隐匿起来的处女帝 展示的是原汁原味的韩国民族 当然 也不乏原汁原味的美味体验咯 要让你来吃什么呀 吃什么呀 不错 吃个好吃的 一大清早吃暖锅还是蛮好 是吧 我们今天出见 章鱼先生 我的 这款双模式加烘 还有五个瞄准功能 他在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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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韩国吃章鱼是很 平常的一件事啊 他眼睛在动你 一 二 三 我记住了 我也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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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了 我自己去看 这可能是 Grid 哎 那你不是NK的 你也不会动 这会儿 咱免 repeat 不行 小熊迷吧 章与保罗的韩国兄弟们也难逃厄运 试试他的味道 他不是在动摆 加上一口汤味道更鲜美 陈兰可是第一次这样吃章鱼 不吃了 这五个洋葱的限制呢 可以精妙地做 我不搞的刚才的画面的话真的很好吃 它非常的鲜美 而且这个很嫩 我要强强 把活章鱼涮锅保证了极佳的新鲜度 这样才能吃出章鱼的原汁原味 肉质嫩滑之余更是滋味鲜美 这是韩国男女老少最喜欢的强壮料理 顺天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是一个非常适宜人居住的地方 境内的顺天湾自然生态公园 还被评为韩国最佳湿地 也是世界五大湿地之一 每年世界上有很多珍稀的候鸟 都会选择从这里迁徙经过 随着四季变化风情也不尽相同 春天遍野的鲜花 夏天的绿草 秋天的芦苇荡 冬天的白雪 这一切都归功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到此一游 你一定会感受到韩国最原生态 最朴实的风光 在田野间漫步呼吸清爽的空气 体验世外桃源的别样味道